我们现在是在上海浦东的浦东的辅读学校 其实我觉得能够成为劳人师大师是非常荣幸 也觉得有一些责任 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去承担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在Alex手中接到这个消息 所以希望今天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往后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去到更多那些孩子们 或者说需要帮助的人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做互动 最重要是能够把劳人师的这个 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帮助的人 我们今天 занимались, так сказать, гимнастикой 我们做了 небольшую разминку 然后,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делали при тех условиях 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все, что 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общались 但是, да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понимая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но мы общались на языке спорта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и когда ты видишь у детей улыбку то на душ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егче значит, мы делаем что-то хорошее, что-то важно 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孩子们都是非常地兴奋和激动 你看,刚才小孩子吃完饭以后 马上就到了体操室 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下午能够早一点 看见我们的两位体操冠军 其实我们的老师今天心情也很激动 早上已经有一个老师很幸福地跟我说 慢点我可以透过窗户看一下李小鹏吗 我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国际特奥会在中国的这个项目 已经开展了多年了 然后国际特奥会对中国来说 是非常重视的 中国是我们国际特奥会的组织里面 拥有志向人士最多的一个成员组织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员组织 大约有108万的特奥运动员在中国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特奥会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些 这个世界运动会也是在中国上海举办的 得到了国家的非常高度的重视 也造成了这个世界上很好的影响 所以它对我们整个 Special Olympics Movement 这个整个运动在全世界的开展 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劳伦斯的基金会在这里举办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给很多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和快乐 我想何元祥也在考虑 接下来和劳伦斯基金会一起 我们来关注这一群需要关注的儿童 让这群孩子在生活当中 更多的充满欢笑 感谢观看